東山敗犬又要來了 畢竟因子很香 暈 還是我們兩個來香和一下 要不要跟我香和之物一下 焦和... 香和... 群青的... 賽馬男 啊... 思美的喲 大家好我是綠眼俊 今天是我們的 四月星番總評 也是我們的 影戰排行榜的系列 我們分成了 本季最推 值得一看 不錯可看 可看可不看 可以不用看 別浪費時間 沒空看之後補 我沒看的翻 就是我之後也不會補的翻 但不代表談看 置頂連結 有一個 動漫VTuber 遊宅群 裡面呢 可以討論動漫 討論VTuber 討論任何遊遊的東西 當然也可以討論最近最火紅的 賽馬娘 你們要討論 母豬連結也都可以 賽馬娘怎麼養馬 在這個群組裡面 也可以 大家先按個讚 我們準備開始 四月星番 總評 以及 推薦 海賊王呢 我們就以動畫為主喔 漫畫的部分 已經打完 河之國了嘛 那動畫的部分 就是在脫台前 四月到七月左右的 海賊王的動畫 其中有一兩集還不錯啦 剛上鬼島最頂端 然後爆打那邊 艾斯跟大河的那幾集 我覺得還不錯 柏倫莊目前在原創 水之國那邊的事情 領蠻多便當的 但是裡面有東山那樣配的角色 喔也不錯 可以不用看 杜鵑婚約 真憂大亂鬥 鬼頭迷你東山那樣 東山敗犬又要來了 還算OK可以看 不用帶腦去看 泡泡 國家隊泡泡 除了裡面有跑酷精彩的畫面之外呢 剩下的不知道在幹嘛 真的是 不要浪費時間了 派對卡口名 身為PA Works的老粉 我覺得可以看一下 最近英子很香 PA的部分呢 這個我最喜歡的部分還是 風平浪靜的明日 然後工作女孩系列 像白箱啊 然後這個 花開物語啊 櫻花任務嘛 最近的那個什麼白沙的 風平浪靜白箱 花開物語 再來可能才是派對卡口名 但是 我覺得槍槍 阿雞吉吉巴巴 讓這個PA再次的出圈 讓大家可以再次看到 PA Works優質的表現 因為這次已經不是原創 PA最愛搞原創 間諜++9 喔放在直的一看 這個是一個出圈的作品 間諜++9就像是 鬼滅之刃一樣 大出圈的作品 想辦法讓這個 大眾都看到 在這個 秋葉園啊 非常多的廣告 這個宣傳力度是非常夠的 就是我們的間諜++9 沒有到不好看 但我以一個 狹炮來說就是 欸還OK 那你要做到出圈 大眾喜歡的話 你一定就是要有一些比較 容易被所有人 接受的一些內容 安妮亞那個叫媽媽那集 那個感覺很棒的那一集 我覺得很不錯 我覺得那一集真的很不錯 適合推給 你沒有看動畫的朋友 我一開始給她的期望非常高 但她 我覺得就是一個 還不錯的表現 對我來說啦 就是比起像戀上幻妝娃娃 比起海夢 乃子出圈 見人家阿九是整個出圈的 就是走鬼滅之刃的這個方式 非常好 你畢竟要有作品出圈 才會有更多人入宅 那更多的入宅 才會有就是 對這個動畫技才會是好的 本季最推的三部 我直接來了 舞動不止 本季最好看 沒有之一 舞動不止 是我最推的最推 因為我個人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 這一種 像之前有歌劇少女 藍色時期 這種首先跳舞的部分 做得很好 然後劇情的帶動性也很好 然後你又有看到那種 當年 小時候在看玩偶遊戲 那個 男生女生 兩男兩女 我愛你 你愛他 我愛你 你愛他 但是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要保護他 但是他主打的不是戀人 還是一個 追猛的過程 本季 第二好看的 我覺得 青枝如尾跟 灰夜姬放一起 青枝如尾是一個 沒有超能力的足球翻 我記得是第五集 就是媽媽回 哭爛 本季我唯一 哭的動畫 青枝如尾 本季個人私心絕對最好看 無動不止 本季唯一哭爆的 青枝如尾 本季綜合最好看 灰夜姬 本季三大霸權 灰夜孔明跟 家家酒 那你三個要硬比 真的灰夜姬直接是 打爆 用心程度 各種這個片尾 測不準的阿波連同學 不錯可以看 蠻甜的 一季就給你發糖 我覺得很甜 我覺得阿波連的第一集 好笑的靠杯 這個是電影 什麼歌聲的那個 我已經忘記他的片名了 可看可不看 日期有看過最好看的 動畫電影是龐波小姐 酷愛電影的龐波小姐 聲率有夠煩 很吃電波 想想知己其實不難看 而且還會繼續播下去 Bewdy Divine就是卡牌遊戲 喔可以不用看 Cue的話 就是一些新人生幽 然後各種各種小故事啦 可以不用看 因為他有二十幾集阿 湘河事務 我覺得很棒 他們的生幽把這個關係槍 都琢磨得非常好 很舒壓 歌也好聽 女主角超可愛 現實生活中也有這間店 這間店是我要去聖地巡禮的店 魚 還是我們兩個來湘河一下 要不要跟我湘河之物一下 湘河 湘河 那樣 我說我們兩個可以一起去吃 河 果子 你們不要想歪 群青的 賽馬男 阿 是沒的喔 反正是男主角 原本是偶像 然後決定 要去 騎賽馬 後面還不錯 有點BL 又有點賽馬 我很喜歡看日本在這種 針對某一個專業領域 去做探討的一個 繁 職人的感覺 如果是賽馬男跟賽馬娘的話 賽馬娘好看十倍 賽馬娘兩季都很好看 尤其東海帝王會哭爛 歌譽少女 有點歌舞青春的感覺 前面有一些歌舞劇的部分 很特別的呈現方式 還可以 穿高巧玉不用浪費時間啦 一集兩分半 片頭曲 佔了1分40秒 龍者辭職 不幹炮 普普通通啦 就是後面的節奏 我真的覺得就還好 現在的就是你要看Key射說的作品 古劍同學 這一季值得一看 古劍同學 這一季除了中間好像有一兩集 外包那個作畫直接爆掉 讓他扣分了 但這一季的古劍 我覺得比第一季好笑很多 然後節奏也不錯 糖也是有發 我覺得這一季比較好 這個其實不錯看 奶蠻大 戀愛在征服世界之後 女主角真的香啊 男主角是超級英雄隊 女主角是邪惡組織 交往啊不能被發現 近段的性愛的一個感覺 大大大大大大優惠 Love or play啊 沒什麼特色 我覺得Love or play 同校學人第一季比較好看 百合位比較重 街角魔族 第一季比較好看 絕魂就... 可以不用看 魔法史黎明奇 蘿莉老太婆很香 射出少女想被射 你想要被治癒你就看一下 高額頭少女 今年第二季 每一集都介紹不同的妹子 裡面的妹子真的都很香啊 妄嬌女2就很香 別搬的也很香 比伯仁亂這一季的打鬥都好 呃 我覺得他們的 雖然打鬥的氣氛不多 但是還是屌打伯仁亂 欸沒有錯 欸沒有錯 嗚尼胖 不用浪費時間 救了一波跑酷 如果你們要看新人生優 你就會看到什麼叫做傍毒 你去看一集就知道了 當然新人生優就是要給他們機會嘛 這部雖然就是作話普普 本季的這個異世界翻 劇情比較有興趣的 女性像遊戲世界 對路人角色很不友好 穿越翻來說 我覺得算劇情比較有料 比較有興趣的 因為你看喔 像其他的魔王A什麼 就是好像每一季都一樣 RPG不動產 乃滋 然後這一季的這個 理科生 有料 學妹有被扒開他的衣服 夏日時光 值得一看啦 我覺得還不錯啦 四手同學 我覺得 我對四手還有男主角是真的還好啦 但是巴滿跟狼骨真的好讚好讚 處情少女 這第一集就給你一個下馬威 但之後就普普 骸骨乃滋 他很明確的知道自己要幹嘛啦 傅田梅佑配的那個 忍者好香喔 我要喜歡傅田梅佑配的所有角色 村民A 可以不用看 欸 沒記必備 關於我轉身到異世界 得到所有特別的能力 開外掛龍奧天 拯救少女 進入學校 跟大家快開心心 校園生活 最後再擊敗來侵略 校園的大魔王的故事 沒記都差不多 第一集跟你講他怎麼轉身 第二集告訴你他怎麼龍奧天 他的實力有多威猛 第三集去救了一個女生 第四集再收服第二個女生 第五集進入到學校裡面 第六集 欸學校那個女生朋友被霸凌 或自己被霸凌 被人家看不起 第七集這個 把自己龍奧天的能力秀出來 那一些霸凌仔直接嚇破膽 第八集 福利回 第九集 反派準備要進入最終艙 第十集 反派開始進攻好像很屌 但一點用都沒有喔 第十一集這個 男主角可能稍微受到一點阻礙 第二集龍奧天結束 每一集都有 再來 深憂大亂鬥 成為女主角 被討厭的女主角 和秘密的工作 他在做一些秘密的色情工 喔不是喔 他在做男主角的 偶像的經紀人 如果想要看 早見莎枝當婊子的 可以看這一部 果青是有比兵結衣派的 你非常難過 你好討厭早見莎枝贏的 看這一部就退了 早見莎枝把這個角色配的真的是 非常 非常好 那整個婊子度直接大上升 朋友遊戲 動畫跟日劇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所以你還沒看過日劇的 可以看一下 演繹可以更超過 動漫的角色可以這樣 可以列一下 然後現金 日劇的演繹就頂多蒸大眼 然後 五官是有線的 但是動漫裡面那個演繹可以在放大 那個陰險感可以在增強 還OK啦 80歸 民ested 民國烏當 地 推廣翻 寶可夢就是 有的急速看就好啦 這一集 我個人的 所有的 推薦 好的 所以今年的情 casual就是 欸 逆 meringue還是 1週 自吃 間 我想用這支影片 讓這件事我的部分 畫下句點 不過任何我的下線觀眾 想要繼續處理這件事 私讯我我一定亲力亲为 全力的和你一起继续处理 这周就是每天都吃韭菜类的食物 今天我们就先来吃一下韭菜水饺